这是一场知己灵魂的考试 车窗大开 里面放满美刀 只要稍微伸手一够就能够轻松拿到 实验对照设为两谱 一组位于富人区 另一组则设置在贫民窟 先看富人区 一个背包哥来到车前 一看左右无人 立马伸手拿钱并装进自己口袋 动作一气呵成 大山立马冲向前拦住他 我们实在做一项社会调查 背包哥反问道 那和我有啥关系 看样子是不打算承认 大山表示我们这两边都安装了摄像头 用来测试路人到底会不会拿钱 背包哥显然也是个硬茬子 只问大山是不是想搞事情 直到大山搬出福布勒 他才松口 随手把钱洒在地上 大山只能弯腰去捡 第二个趁一哥 他来到车前犹豫了一秒 终究还是按捺不住 转身就是一记回首逃 正准备拿钱走人 大山一边冲向前一边叫住他 这小子回头一看 掉头就跑 也不知道最后追到没有 来到贫民窟 一个抽烟哥来到车前 他观察了几秒 深吸一口烟 一个探手就摸到了钱 转身把钱放进口袋就要离开 大山及时叫住了他 一通解释后 他显然比前两个老实 嘴上抱怨了几句就爽快还了钱 接下来几个路人看了一眼 都没有停下脚步 直到一个贾克哥出场 同样停在车门前看了一眼 立马就把头伸进了车内 这小子挺弹 又把头伸了进去 还在找有没有漏网之余 还打开出无相检查 正当他准备离开 大山再次叫住了他 一番解释加威胁报警后 贾克哥却道 大山立马打开车门检查 他感到不可置信 打开出无相 钱果然一分不少地放在里面 他问了贾克哥的名字 表示早就注意到他是退伍军人 而大山同样也是当了五年的老兵 两人交谈中 大山得知贾克哥还住在救助站 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大山很感动 他递给贾克哥一百美刀 并拿出自己部队的仪帖 跟贾克哥交换 等收拾好装备 还要带他去吃北京烤鸭 正当他们收拾时 贾克哥却一人躲在草丛 大山立马上前询问 我提一杯 车上放钱做实验 穷人富人却难辨 唯有老兵真经恋 不应平复把人怨 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被温柔以待 我是宝牙 喜欢的关哥助 谢谢